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二集 正如司马辉经常所说的一句话 倒霉是一种永远都不会错过的运气 十五岁那年 司马辉的父母都被打成了右派 先后在学习班里因病去世 走得匆忙 甚至连句话也没来得及交代 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告诉司马辉 应该上哪学 到哪吃饭 也没有人理会他是死是活 等到他把家中能够变卖的东西都灭光了 从里到外再也一无所有 才知道今后只能靠自己了 他为了找条活路 只好跑到以前连做梦 也梦不到的黑屋去谋生 这黑屋啊 并不是一间黑色的屋子 而是远郊一个小镇的别民 这镇子啊 恰好位于两片突山夹道 风不调是雨不顺 人穷地寿是非常偏僻 战争时期 这里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 随后又发生过一场大火 防倒乌塌遍地狼藉 浓烈的硝烟 把残垣断壁都给熏黑了 所以当地人就以这儿为黑屋相称 直至十年动乱 黑屋地区也未得到重建 这么多年以来 从没有任何正式的居民回来居住 但是由于黑屋废墟当中 有条铁路关穿 每天有数趟运货的火车来经过它 所以吃铁道的人多来奔投此处 久而久之就逐渐演变成了 社会底层人口的聚集之地 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的是 龙蛇混杂 杀石绿侠 其中就包括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四处流浪的拾荒者 从乡下跑到城市里的农民 在铁道上捡煤渣的 在江边码头上扛大包的 卖烤干薯的 甚至还有受不了在偏远地区插队之苦 私自逃回来的知识青年 他们在黑屋里拉帮结派 大多依靠着逃窑挖洞 以及在黑市上做些小买卖为生 没有正经生意 当然其中也不乏拧门撬锁 爬火车的贼头 更有平地抠饼 杀手拿拥的地痞无赖 在黑屋地区 出没之辈 几乎都是被社会排斥在体系之外的人 政府不让做的事情 他们全做 但是外界正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 却始终与此地绝缘 就连贴大字报的都不到这里来 每当有外人来驱赶搜查之时 黑无邦便会一哄而散 等到风声过去了 便又会重新聚集 各方势力都对他们无可奈何 只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说 只要别捅出个大笼子来 谁又会去理会这些被抛弃在城市边缘的社会渣子呢 司马辉所在的团伙里 都是一群年龄在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 其中有男有女 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受到冲击的右派子女 当兵插队都还不够年龄 在社会上东游西荡 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上 更找不到亲戚朋友可以投奔 真可以说是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丈母娘见了踹三脚 连狗都嫌弃 这群半大的孩子 虽然有些人可以领到生活费 但那点钱根本不够使用 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组成了团伙杀向了社会 因为时下流行的口号是 毛泽东思想如同春风吹遍大地 故此号称为春风战斗团 并且都在毛主席向前庄严的发了誓 今后要团结起来 同甘共苦干革命 事实上只不过是以此为借口 明目张胆的到处捣乱 惹祸 叫的一个地方是鸡犬不宁 城里的革命群众见了他们 没有一个不想骂他 这春风战斗团的性质 有几分近似于历史上盘踞在英国物都伦敦的同党 成员年龄普遍偏低 并且都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质 最后这伙春风战斗团在城里混不下去了 于是便成群结盾的流窜到黑屋附近 先后与地痞们打了几场群架 虽然吃了不小的亏 但这所谓不打不成交 最后双方竟奇迹般地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经过反复的谈判切缩 终于明确地划分出各自的地盘 混乱的局面暂时得以稳定了下来 司马辉在春风战斗团中 有个最要好的朋友 名叫罗大海 也是一身鹦鹉气质 其父罗万山 是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法院工作的干部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 举驾从东北迁到湖南 砸烂弓检法的时候 罗万山被押去蹲了牛棚 剩下是罗大海举目无亲 只得混击街头 这小子仗着铁格魁梧相貌堂堂 身高和体力都超出同龄人许多 又爱管闲事 专要是暴打不平 所以在同伙中很有号召力 只是他小时候在东北把嘴冻坏了 造成说起话来口齿不太清楚 可偏偏话还多 因此就得了个罗大舌头的绰号 由于司马辉自幼拜过文武先生 学了一些陆林本事在身 他不仅伸手敏捷利落 胆色出众 而且能言善语 又懂得解放前那套江湖辞令 知道航帮各派是意气危险 占据在黑屋地区的市井之途中 有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 只有司马辉才能与他们搭得上话 所以司马辉和罗大海就成了春风团的首领 带领着数以百计的少男少女 整天在废墟铁道旁呼啸来去 席卷成交 犹如一股骤气的飓风 春风团虽然与黑屋帮商量好了 以铁道为戒 互不相亲 但是罗大海等人的生存问题 却并未就此得以解决 他们自居的身份却不甘心去铁路上石煤渣 或是从事下等的体力劳动 幸好司马辉心眼多 脑子来得快 还是由他想了个点子 他让众人将家里剩下的家事都搬回来 纳入到棚里去临建 以此作为活动的具体 并且让年纪小的孩子们利用家庭背景之变 回到各家所属的机关单位食堂去顺手牵羊 这是个苦肉计即使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 因为派出去的都是十来岁的孩子 工作人员又大都与其父母相识的同事 谁又能忍心去抓他们 多半会把自己打来的饭菜分给这些孩子们 如此睡了几天 各个食堂果然都肯把那些剩菜剩饭给这些孩子 司马辉见此即可行 就在破墙根打了几个炉灶 并偷来几口大锅 食物不够的时候 就再加一些烂菜叶子 干的上铁蒸 吸的下锅煮 混成大杂烩 因为这里面包括了诸多食堂 不同口味的餐羹剩饭 炖热之后倒也是香飘四溢 所以美其名约为六国饭店 不过司马辉等人可不想吃这种东西 而是转卖给了铁道另一边的黑屋吧 那些人都是常年累月从事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 肚子里没什么油水 而且这辈子从来没吃过机关大院食堂 看见六国饭店的锅子里食物丰富 漂着一层油缓 远比自己的伙食强过许多 便肯纷纷掏腰包买上一大碗 连肝带西吃的就别提有多香了 没钱的则有东西作为交换 司马辉发明的六国饭店 每天都得卖个锅底朝天 是供不应求 他们的这一举动 极大的缓解了铁道分界线两侧的相互敌视情绪 而且还得以获取了利润囤积的物资 维持自己这伙人的生活所需 如此过完了整个春天 白昼越来越长 转眼间就要进入到了酷暑季节 这些日子一来 始终没有降雨 焦阳似火 风干雾燥 快到中午的时候 也是黑屋地区一天里最清静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去干活挣饭了 只有几个女孩子在忙碌着收柴烧水 准备着煮些昨天的剩饭给留下来的人吃 当天早上 罗大海在野地中布下了绳套 逃到了一头乱拱乱撞的半大野猪 带回黑屋里宰了 开膛扒皮收拾了下煞水 全都雪淋淋的用勾的膏住 剁下来的猪头顺手扔在了地板上 准备晚上烧锅肉来给大伙改善火食 等中午忙完了 就坐在木棚前的青石板上歇息成凉 这会儿 罗大舌头早已热得汗流浃背 但仍然扣着一顶抢来的破军帽舍不得摘下来 嘴里叼着根烟卷 一边抽烟 一边对司马辉夸夸其叹 话题呢 无非就是等他爹官府原职 重新参加工作之后 他要如何如何收拾当初给他老罗家贴大字报的那些杂碎 司马辉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精力的坎坷已不算少 使得他对社会的逆反心理格外严重 对司早已不报任何希望 只是顺口大音跟罗大海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着 正这时 就见有打路口走来一个老头 司马辉 耳目敏锐 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躲不过他 稍加打料 就觉得这来人有些古怪 再仔细一看 只见那老头的是个收破烂的打扮 显得土里土气 而且十分面生 应该是从黑屋废墟外面来的 看样子大约有五十来岁的年纪 小个儿不高 生得贼没输样 嘴边留着狗油壶 脖子上挂了串打狗饼 头上顶着八块瓦一般的破帽子 手里拎了一把粪叉子 肩上还背了个鼓鼓囊囊的麻布的口袋 身穿老皮袄 前巾系着一排疙瘩 长裤子长袄 脚蹬着一双踢死牛的厚底黑布鞋 鞋口露着白袜边 眼下正是焦阳似火的三五天 看他这时不知冷热的打扮 也确实反常 那诗慌的老头 两眼贼溜溜的在街上东瞧西看 等走到司马辉所在的木棚前 忽然停下了脚步 假意蹲下了提携 同时身头探脑的向棚内掌望 他这举动瞒得过旁人 却瞒不过司马辉 司马辉见此人的行为和打扮 全都十分诡异 立即惊醒起来 同时开口问了一句 看爷们脸生 是打哪来的 那识慌的老头文言港帮站直的身子 他拿烟脚一扫 一看出司马辉和楼大海 是这片废墟里的团头 马上咧着 挤了一些笑在楼脸上 对二人说道 爷们可不敢当 俺姓赵 老家是关懂的 从来也没个打后 相识的都管俺叫做赵老编 解放前流落到此 这些年就在城里城外混进各处 靠十些荒十些毛栏度日 今天来到贵宝地 是想在黑市上换些生活必须品啥的 司马辉听到他说的还算通明 心中却并未减轻丝毫戒类 再次盘问赵老编 赵师傅穿的这叫什么呀 大热的天 你就不怕捂坏了身子 赵老编文文一正 随即答道 你们后生不懂呀 咱穿的这是 英雄如意场 四通八达 到处有风凉啊 司马辉一听 这倒像是跑江湖的话 现在哪还有人这样说啊 不由得更加奇怪 便又问道 看您老说话不俗 腿脚也挺利索 但走在破烂烂瓦的废墟里 就不怕崴了脚 迷了路 赵老编听出了对方的话里有话 但似乎不太相信 这些话能从一个小孩嘴里说出 他也是有意试探 就把脚按前后插开 站了个不丁不扒的步子打抖 咱这脚底板厚实 站得老 踏得稳 走路走的是逍遥快活步 二人之间的这番对答 全都合着江湖海底眼里的暗语 把一旁的罗大舌头听得是晕头转向 但赵老编和司马辉 却都已暗中有些分寸 各自不敢小觑了对方 那赵老编似乎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 他说 赤日炎炎 路上走得又乏又渴 想跟二位团头借个地方歇歇脚 再淘口水喝 他嘴上这么说着 也没等任何人答应 就已经自己蹲到了棚子跟前 司马辉也想看看此人到底想做些什么 所以并未阻拦 还递给赵老编一个海碗 里面是早上新漆的老阴茶 赵老编说了个谢子 结果晚来是一口气喝了个净 把碗底朝天一亮 攒到 这还是这生了茶宠的老阴茶 对解渴呀 说完就掏出烟袋锅来 在地上磕了几颗 又填满烟丝 画了跟火柴点燃 啪哒啪哒的抽个不停 还没话找话的 跟司马辉和罗大海聊了几句 最后总算是将画头绕到了正体 这个赵老编 自称早年间是跑江湖谋生 熟悉人情世故 现在跟城里有些特殊渠道 不仅能走后门 而且还可以在黑市上搞到许多好东西 经过刚才的交谈 他发现司马辉年纪虽轻 但却不懂些稀释的规矩 想必也是从旧姓家人里面出来的 很是难得 俗话说得好 光头的静庙是戴帽的龟斑 这内行人碰上内行人 就算是进家了 所以他愿意让司马辉和罗大海 跟着自己沾点光 赵老编说着话 就像变戏法似的 从他那个破麻袋口袋里 翻出了三条高级香烟来 嬉皮笑脸的摆到地上 罗大海家底子深 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一看就知道这种烟 是仅限于供应高级干部的 普通老百姓根本见不着 即使在黑市上也不好找 有钱都难买 这家伙出手不凡 一亮就是三大条 罗大舌头顿时双眼冒光 伸手去拿 嘴里还说 咱今天毕竟是瓶水相逢 头一回见面 您老旧这么大吧 还真让我们受之有贵啊 您是哪个单位的 回头我们一定写表扬信 感谢您对我们 慷慨无私的援助啊 赵老别拦住的罗大海 刚伸到香烟上的手说 哎 爷们 俺这东西也来之不易嘛 但不管咋的说呀 咱爷们也算是见着有缘 今后啊就乘个穷又来吧 彼此之间互同有无 哎 两位团头 你们看看 能不能让俺用这三条好烟 换你们棚子里一件东西啊 罗大海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老赵老赵 不瞒你说 我们兄弟现在可真是 黄鼠狼子被人剁掉了条尾巴尖 啊 这周身上下再没半根值钱的毛啊 只要你不嫌弃我们这棚里啊 这这堆破烂啊 看什么东西 你何事尽管啊 司马辉见此情绪 不禁暗暗称奇 虽然他也很想留下这三条香烟 但他头脑还算比较清晰 在一旁拦住了赵老别说 哎 先别急着成交 你得先说清楚了 到底你想换这棚里的哪件东西啊 赵老别似是急不可耐 他眼珠子一转 又从麻袋口袋里掏出一大包 卤住耳朵 还有四厅牛肉罐头 都怼在地上说的 哎 究竟想换哪件东西 还得进棚去挑挑 才知道 但俺赵老别也提下把话撂在这 把这些吃的和纸烟啊 他只换一样就够 俺绝不多拿 司马辉也看出赵老别 大有势在必得之意 哪还没到哪呢 他就自己主动把筹码越开越高 有道是 一赶三不买 一赶三不卖 上赶着的 他从来就不是买卖 肯用这么多 紧俏稀缺货品来换的 绝非等闲之物 怎能轻易打运 并且司马辉还想起一件事情 他当初在北边听说过 蛮子鳖宝的传说 凡是风水好的地方 都有宝物埋葬 那可全是天化地造的 七真一宝 暗中受鬼神保护 倘若随便触动 难免要招灾惹祸 必须以奇门古术设置 才能到手 所以对外 从不能说是盗宝 决葬 而要说是鳖宝 据说 鳖宝之术来源于江西地区 想学这套本事 必须有小练器 打婴儿缸一降生落地 就得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等到一百天头上才爆出来 从此这孩子眼力就易于常忍 能够乌宝不识 他们管这叫开地眼 至于此类传说的真伪 外人就难以得知了 司马会见赵老鳖的装扮和举动 格外奇特 显得神秘莫测 与听过的种种传说是不谋而合 看来多半是个身怀憋宝艺术的奇感 只不过自己居住的这座棚屋里 这竹长晚短 桌椅板凳都不完整 全然不似过日子的人家模样 也确如罗大海先前所言 这棚呢连胡论个碗都找不着一个 哪里有什么宝物啊 赵老鳖想要的到底是叫什么东西 何况他出来乍到 又是如何发现此地藏有真意之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